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23日 以色列总统在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说 说以色列政府在哈马斯恐怖分子尸体的身上 找到了一份自作化学武器的指南 这表明了哈马斯试图在以色列境内释放化学武器 后来呢,这以色列总统在一个新闻稿里 更详细的说了这事 说是从一具入侵以色列被击毙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尸体上面 找到的一个U盘里头 有一份是关于怎么制作化学武器的指南 是基地组织在2003年发布的一份官方指南 听到这个说法的话 你只要想一想就觉得很奇怪 随会说随身就携带着一份自作化学武器的指南 进入了以色列境内 难道是要就地取材 当场就制作一个化学武器吗 你要用化学武器来袭击以色列的话 早就应该准备好了 对不对 所以这本来就很奇怪 然后你再看以色列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出示的所谓的证据 他拿出了一张图 说这个就是基地组织 自作化学武器指南的封面 但你只要有一些常识的话 你看一下那个封面就会觉得很奇怪 那个封面上有一面旗帜 是作为一个图标 那个是所谓的伊斯兰圣战的旗帜 黑色的旗帜 但是它这个封面上的旗帜 是伊斯兰国 还有其他的伊斯兰恐怖组织用的旗帜 并不是基地组织用的旗帜 基地组织用的是另外的圣战旗帜 那是很不一样的 还有你再仔细看一下 它的那个封面 大部分都是用阿拉伯语写的 但是只有基地组织用的是英语 这就很奇怪了 基地组织自己内部出的制造化学武器的指南 是给自己人看的 自己人都是用阿拉伯语的 你为什么对于自己组织的名称 却特地要用英语而不用阿拉伯语呢 这是不是非常的奇怪 所以如果把这个封面给截屏了 到网上去搜 就会发现了 它实际上是网上一本电子书的封面 是一本不知道谁写的 作者是匿名的电子书 是随便可以下载的 我就下载来看了一下 因为总共只有30页 当然我看不懂 因为那一本书是用阿拉伯语写的 但是这本书的内容是很清楚的 它有一个英语的简介 说的是这本书是在介绍 一个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 就是当年在1993年的时候 轰炸纽约世贸大厦的凶手 是关于他的生平介绍里面 也有他的照片 但是并没有说 在介绍怎么制作化学武器的 那么是不是因为以色列的总统 不懂阿拉伯语搞错了 他不懂阿拉伯语的话 手下肯定有一大堆的人 是懂阿拉伯语的 怎么可能搞错了 而且这个总统 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出示了另外一个证据 说你看这个图 就是从这一本化学武器 制作的指南里头 拿出来的这张图 就是一个化学武器的设计图 但是问题是在那本 关于恐怖分子介绍的 电子书里头 根本就没有这张图 在网上是有这张图的 这个是在网上介绍 关于基地组织 曾经想用化学武器 到纽约去袭击地铁 所以有一个化学武器系的设计图 这是公开的资料 是在一个PPT里头有的 所以这张图 是从别的地方公开的资料 拿下来的 所以这就可见 以色列总统号称 说他们发现了基地组织 制作化学武器的指南 实际上是把网上那些公开的资料 融合在一起编出来的 那么这个就不是说有什么误解 而是有意的造解 这就让人想起了 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当年美国国务卿 鲍威尔 曾经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 拿出一瓶白色的粉末来表明 说伊拉克在生产制造化学武器 小瓶里头的白色的粉末是什么东西呢 有人说是洗衣粉 后来这个说法就传开了 说说鲍威尔拿了一小瓶洗衣粉 当做是在伊拉克发现的化学武器 其实那里面啥东西谁也不知道的 然后鲍威尔他也没有说 这个就是在伊拉克发现的化学武器 谁都知道那里面不可能 是有什么化学毒品在里头的 不可能说是真正的化学武器的材料 谁会说把化学武器的材料 拿到联合国去 对不对 他只是拿着作为道具 虽然后来鲍威尔说那一幕 他很后悔 说他是这一生最后悔的 一次演讲 但是这个性质 跟以色列总统拿出完全就是造假的东西 来证明说哈马斯想要在以色列释放化学武器 这个性质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谁都知道 巴虎尔只是拿了一个道具 他也没有说把那当成真的来讲 而以色列总统是把假的东西当成真的来讲 所以这就是有意的造假 试图蒙骗世人 以色列采取的是议会制 权力是掌握在总理手里的总统 名义上地位比总理还高 但是总统是名权的 总统是一个荣誉性的职务 他是代表国家的 是国家元首 所以他是国家的形象代表 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总统 是以色列的形象代表 那以色列的政府一贯是喜欢造假的 所以由这个造假的总统 来代表以色列 倒是非常的符合的 那这个以色列的总统 在这一次的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中 还发表过一些很反人类的言论 他不止一次的 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搞种族灭绝 提供理论依据 他曾经说了 说在加沙地带没有平民 意思是说 以色列炸死的那些人 都不算平民的 全都是恐怖分子 或者是哈马斯的战士 他还说了 说加沙地带人人有罪 因为他们没有起来反抗哈马斯的统治 这意思就是说他们要被炸死了 都是应该的 都是活该 那些哈马斯的支持者被炸死了 他认为活该 即使不是哈马斯的支持者 是哈马斯的反对者 他也认为被炸死了活该 因为你们没有起来反抗哈马斯的统治 所以也是有罪的 也是有责任的 那好 那还有那些小孩呢 到现在呢 以色列已经在加沙炸死了 五千多人了 其中呢 有两千多人是小孩 难道小孩也是有罪吗 难道小孩也有责任来推翻哈马斯的统治 他们没有起来推翻 所以呢 也活该被炸死吗 如果按照以色列总统的这个逻辑的话 那么哈马斯也可以说 你们以色列人也是人人有罪了 以色列的小孩也是有罪的 所以呢 他们把以色列的平民 把以色列的小孩杀死 也是应该的 也不能受谴责了 在推而广之以后 发生战争的话 根本就不存在国际法要保护平民这一说了 因为都可以说 敌对国的那一方 能平民 小孩没有起来去反抗 去推翻本国的政府 所以呢 对本国政府的所作所为 都有责任 也都应该被杀了 以色列总统 关尼哈马斯 试图在以色列投放化学武器的这个做法 我看了一下欧美媒体的报道 有的是照搬 以色列总统的说法 没有去做核实的 没有去查一下他出事的这些材料的真实性的 有的呢 就干脆不报道了 还可能觉得他拿出来的东西不靠谱 就不报道了 你想如果换了别的国家的领导人 这么说的话 那么呢 这英美的媒体肯定要去查一下 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果发现是假的话 这么耸人听闻的事情 对吧 肯定要去做核实的 发现是假的话 就会爆出来了 不会说我不去做核实 或者觉得不靠谱 根本就不当 有这回事 连报恶都不报道 那么对于 以色列总统发表的那种反权类的言论 那种支持种族灭绝的言论 英美的媒体也都没报道 当然更不会去批评 如果是换了别的国家的领导人 也发表类似的言论的话 那英美媒体肯定的早就炒翻了 肯定都纷纷的报道 抨击了 所以在对以色列的这个问题上 英美的媒体是表现得很双标的 那不只是英美的媒体了 英美的国家领导人 对以色列也是采取了双重的标准 对于以色列平民 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杀害 特别是有一些以色列的小孩 被哈马斯杀害 英美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各个表现得义愤填膺 这个当然是应该的 纷纷的谴责哈马斯恐怖袭击 这是对的 但是对于以色列在反击的时候 炸死那么多的平民 炸死那么多的小孩 英美西方国家的这些领导人 各个就视而不见了 不会表现得很尊敬 更不会说去批评以色列了 最多就无关痛痒的说一下 在针对哈马斯的战争中 要遵循国际法 要遵循战争规则 但问题是你现在 以色列根本就无视国际法 无视战争规则 对袈裟断水断电断食品断药品 狂轰滥炸 炸死了那么多的人 那你这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都没有谴责的 人家已经都根本就无视国际法了 那你不痛不痒的时候 要遵守国际法 有什么用 现在最多呢 说是 要让人道主义物资 进加沙地带 好不容易已经过了两星期了 加沙被围困了两星期 现在开始有几十车的 人道主义物资 进去了 这杯水车薪 加上那么多人 你就靠这么几十车的物资进去了 然后这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就认为说 已经是做了一大好事了 这相当于 一面听任 以色列在那里乱杀人 甚至还要给他们提供武器 让他去杀人 你杀完人了以后 来给加沙人民一些严重的安慰 安慰他们 这说得过去 这不就是非常的双重标准吗 对于俄国 在乌克兰屠杀 乌克兰平民 对乌克兰的居民点 狂讨烂炸 对乌克兰的民用手势 狂讨烂炸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也是纷纷的谴责 一个个表现的义愤填音 但是呢 对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犯下的这些战争罪行 那比俄国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要严重的多了 那这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而且一个个视而不见 这不也是双重标准吗 这让他们当初力挺乌克兰抵抗 俄国入侵 获得的那个道义的力量 都丧失败性 在加沙 在巴勒斯坦的这个问题上 全都丢光了 我刚才说了 英美的媒体 对于 以色列呢 一直是很宽宏大量的 一直是不会 说去揭穿 以色列的谎言的 不会去批评谴责以色列的 因为在美国 在西方国家 批评以色列就会被等同一 是在反犹太 声援巴勒斯坦 就会被当成是在声援哈马斯 就是有这么荒荡的逻辑 所以媒体呢 是非常的小心的 但是呢 这一次因为以色列实在是 做得太过分了 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就是对 加沙那么狂轰滥炸 所以呢 现在开始 有一些媒体 发表了评论 我现在看到的 有 以色列的国土报 还有 英国的 卫报 美国的纽约时报 华盛顿牛报 现在呢 也都发表了 评论 在谴责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 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 在批评西方国家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上 有双重标准 陷入了道德黑暗 但是呢 这个呢 是作为专栏作家的评论发出来的 并不代表媒体的立场 而且呢 也是非常的少的 这算是开了一个头了 在西方国家的民间也是 在美国 更是这样的 谁敢批评里色列 谁敢声援巴勒斯坦 就很可能遭到打击报复的 最近就有一件事 伯克利 一个遗传学教授 因为他在推特上 转了一条洋葱 这是一个讽刺报纸的 一篇讽刺文章 讽刺人们呢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上 有双重标准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 无动于衷 他就转了这条讽刺的新闻 说 加沙人死去之后呢 被批评 没有用疑言来谴责哈马斯 结果他转了这条以后 他本来呢 是在担任了一个学术期刊 叫做E-Life的主编 这个都转了这条以后 这个主编 竟然呢 就被主办方给免掉了 这是不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但是因为现在 以色列做的太过分了 所以民间 也纷纷的出现了 反抗的声音了 在 美国 在欧洲 大城市最近呢 都爆发了声援 巴勒斯坦的大游行 在美国大学的校园 那更是有很多的 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 示威抗议活动 最近呢 又有三千多名英国的艺术家 还有八千多名 世界各国的艺术家 分别发表公开信 谴责以色列 在加沙搞 种族灭绝 为什么主要是 艺术家带头 在谴责 一方面是因为艺术家呢 比较不怕 被打压 很多艺术家都是这种 自由职业者 所以你要打压 他的我比较难的 最多的是取消一些 邀请他参加的活动 最近就有南加州大学 英语系的教授 他是一个越南医的美国人 就是因为他参与了 签名谴责以色列 结果呢 在纽约的一个活动 被取消了 但是这种打击报复 毕竟呢 算是没有那么严重 是可承受的 所以艺术家相对的 说是不怕 打击报复 不怕说因为表达了 自己的政治观点 就被封杀的 另外一方面呢 艺术家 跟其他领域的人相比呢 是比较注重人性的 是比较有人性的 一个群体 而在巴以问题上 谴责以色列 声援巴勒斯坦 你不需要 说是阿拉伯人 是穆斯林 你只要有人性 就够了 如果一个人 对于以色列的小孩 被恐怖分子杀害 非常的愤怒 但是呢 却对多了多了 巴勒斯坦的小孩 被以色列杀害 无动于衷 这个呢 就不叫有人性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